四川最值得去的九个地方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知道 一 浮云牧场 民间上的牧场被称为成都周边的小瑞士 是个很不错的拍照圣地 二 建门关 礼白笔下的蜀道南南云上青天 悬崖边上的战道惊险程度 一点也不亚于华山 三 彭州白鹿小镇 整个小镇法国风情建筑为主 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北欧小镇 镇子边上还有一座中国版的霍格沃兹 白鹿尚书院 在这里拍照打卡 你就是下一个哈利波特 四 海螺沟 这里不仅有火遍全网的红石滩 还有可以媲美冰雪奇缘的网红冰川 五 卧龙大熊猫基地 原生态的大熊猫研究中心 有人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大熊猫 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生活 六 四姑娘山 由常年冰雪覆盖的自作山峰组成 犹如头皮白沙 滋容俊俏的四位少女 七 道成亚丁 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去景地 拍出来的照片不用滤镜都很好看 八 九寨沟 九寨归来不看水 它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自然色彩 是中国式的山水童话 九 峨眉山 如果想看太阳从云海里渐渐升起 那么峨眉山是再合适不过的地方了 这里的日照金顶也是罕见的美景 国内七大城市最美夜景 你喜欢哪一个 中国最美的古镇 总有一个适合你 一 凤凰古城 沈从文的故乡 中国最美的小城 在驼江泛州 观赏江边国浦的吊脚楼 二 周庄 中国第一水乡 每当下雨天的时候 嘻嘻沥沥的水声 更加体现了江南水乡的韵味 三 江西雾园古村 中国最美的乡村 不仅有金黄的油菜花海 还有最美的黄岭晒秋 四 安徽红村 由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美称 每一帧都如同水墨画 五 西唐古镇 白墙瓦带眼耳长廊 来治理一定记得穿一次汉服哦 六 沙溪古镇 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一站 也是唯一流泉下来的古市集 在小镇慢悠悠地走一走 体验大理最原始的慢生活 去广州一定要做的七件事 你完成了几个 一 打卡小门腰 做摩天轮 二 体验一次广之早茶 三 灯白云山俯瞰广州城 四 夜游珠江 五 去沙面感受异国风情 六 去西关感受最美了间 七 去上下酒吃遍广州美食 五 去西关感受最美了 小镇价废 三 去西关感受最美了 八 锋中的这地方